我確認過門了 這次看起來像是無夜店駕 不知道各位媒體朋友們有沒有聞到一些味道 其實我現在還知道真的屍體過世之後 是會有一些不舒服的味道 因為我上次確實在我家頂樓的時候看完東西 看了一句屍體的時候看起來不像我母親 因為手腳比較粗密一點 然後有各種奇怪的斑紋 但剛剛讓我看了那個屍體的臉 確實有點像我母親 那既然檢察官跟見證官這邊也說 驗過齒紋之後是我母親女也說 那我相信應該是我母親吧 大概是這樣 那現在後世有什麼改善? 我其實沒有任何打算 因為我沒有台灣人一般的系數上 就覺得說要做頭妻啊 各方面發飾 我是覺得人過世之後 屍體其實沒有什麼重要的 但你說我心情有沒有受到影響? 有 因為剛剛看那具屍體的面孔 確實是蠻像我母親的 我覺得相當的不舒服 不知道各位媒體朋友們有沒有聞到一些味道 其實我現在還知道真的 屍體過世之後 是會有一些不舒服的味道的 我呢相當的覺得 心情上也難過 然後生理上也覺得不太舒服 我跟你講我今天戴的這個 我從來不會戴任何手勢在身上 這個是我母親的結婚的戒指 其實我男生不應該戴這個 但今天我會想說我來認我母親 可能我身上有一個她的性物 會比較容易 我不知道我要說什麼了 對不起 接下來等我搬家事情處理完之後 把我媽媽的遺物一切都處理好了 那我們可以跟媒體朋友們 再來約一次在長途那裡 跟清流客民來一次泰拳和綜合格鬥的 比較開心的 關於未來工作的方向的一些探討 好不好